大家好,我是红酒 现在咱们后面开白色花朵的是苹果树 今天给大家主要分享一下苹果树春季拉枝 其实苹果树春季拉枝是在萌芽前进行的 因为咱们时间有限 所以咱们把这期视频推到现在 没有时间,现在拉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现在处于春季萌芽阶段 今天咱们重点聊一下桥化和矮化 包括拉枝的角度 桥化苹果树长枝的这种品种 可以把它下垂 可以把它拉得比较下垂一点 然后如果是说桥化短枝的这种苹果树 拉得要微微上翘 如果是矮化苹果树呢 基本上就要平行或微翘 千万不要拉得下垂45度 下垂45度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营养的输送不均匀 会导致中间出现芒节 会导致中间出现芒节 如果是桥化墙网树 咱们可以直接拉下垂 就是45度也好 直接下垂像倒吹柳一样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要是短枝富士 包括一些短枝苹果 红星苹果还有一些短枝品种吧 然后还有矮化苹果树 千万不能拉下垂只能平行微翘 才能调和它的生长势 如果过于的下垂直接导致这个枝条上 培养的这种结果之组上 它这个营养输送不均匀 出的芽子也就不均匀了 带大家去看一下 咱们怎样进行拉枝 并且咱们的苹果树呢 大部分都是以矮化苹果树为主 然后咱们就以矮化苹果树来进行拉枝 拉枝之前咱们先进行一下修剪 就像前几天咱们拉那个樱桃树一样 先进行一下修剪 然后咱们再进行拉枝 在拉枝过程中 如果出现这种被枝了伤过的枝条 咱们呢基本上是既是缺枝 咱们也不留它 给它进行输除 输除的时候 肌部如果也是有这个花朵 咱们尽量留下来进行交果 像这种过密质直接输除 咱们这苹果树上的花真不少 包括这种背上的 没有花的输除 像这种枝条 从肌部蒙发的这种枝条 春季没有蒙芽 再一个就是它对于下端 这个枝组会是重叠 咱们也给它回溯修剪 回溯的时候 以这个花芽织带头 以剪口花芽织带头 像这种两侧 像这种两侧有花的 背上条 即使它有花 咱们不需要让它进行结果 给它进行输除 包括这种两侧有花的 背上的直接输除 花量太大了 所以咱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花量 这是对于枝组的修剪 下面这些太矮的 咱们不需要让它长过多的这种结果枝组 包括这种 像这种呢 是双头枝 双头延长枝 只需要把这个延长枝留一个就可以了 下端也不需要留过密的这个延长枝 像这种 咱们需要给它进行回溯修剪 只需要留一个花 只需要留一个花 就可以了 不需要留太多 因为这个花 因为这个地方在生长果的同时呢 它会生长一个覆勺 这个覆勺就是夏年的结果位置 其实苹果树的管理呢 非常的简单 咱们只需要把过密的进行输除 把这个上翘的给它进行一下 这个回溯就可以了 这形苹果树 它的这个枝组长度 大概呢 不超80 因为咱们行间是3米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 然后是可以留下这个 但这个呢 咱们就不留了 因为它下端有花 咱们不需要给它留 咱们看一下南侧 这个地方是不是挺密的 背上的 咱们先给它输除了 然后过密的 给它进行一下输除 这个也是过密的 留下这一个 这个上面也是过密的 上面呢 咱们不需要留那么多 苹果树消耗营养也特别的快 所以咱们不需要留过多的这种结果汁 下端也是过密的 咱们不需要这么多 给它进行一下输除 苹果树的 苹果树的菌病主要就是来源于树体密闭 大家看一下 它是比较清晰一点的 修剪过的还是比较清晰的 咱们再看一下下端的这个枝组 等下进行修剪 这个呢 算是一个延长枝 但这个枝组的延长 和上面这个枝组呢 多少有点重叠 用拉枝的办法 来给它定位 首先咱们需要给它进行修剪 背上牙 不要 像这种呢 是可培养之组的 咱们就留了它 这种棍密的 内唐的咱们都不要 内唐少结果 外围多结果 以压制为主 内唐少结果的目的 就是为了外围密闭的情况下 内唐果量比较少 然后它的伤网比较少 再个就是内唐萌发能力比较强一点 但是也适当的让它进行结果 咱们这个位置缺织 所以这个小织呢 给它进行一下拉枝 再往上看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一个立的条 其实这就是一个秋勺 咱们去掉它 有人问了说 这一段盲截怎么处理 其实咱们有办法处理 咱们直接用咱们的环戈刀 过几天呢 进行一下营养堵截 苹果树营养堵截以后 萌发的质量特别的大 所以咱们不需要担心 苹果树不出枝 树干上开的这些花朵呢 都可以留了它 让它进行结果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过密的 咱们给它修剪了 可培养的枝组上 前端有果子的 咱们尽量不留一些 消耗营养的枝条 前端结果的同时 那一趟结果同时 就可以抑制前端的旺长 现在进行一下拉制 像这种比较有光托的 这个枝组的枝条 咱们尽量拉的下垂一点 就是为了让这个光托位置 形成一个高点 苹果树有高点的位置 萌发枝条的能力特别强 所以这也是咱们调控 这个树调控枝芽生长的 一个办法 咱们 也进行了拉支高纺锤型苹果树 它的中下端呢 大概的结果之组 有七个 然后中上端 大概留的结果之组呢 五个到六个就可以了 高度 大概在三米 两米八都可以的 高纺锤型苹果树 就相当于咱们主个样桃树一样 它是由它的高度 立体式生长为主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想了解更多东西支持 关注我 关注红酒果园 咱们这棵树 被我老公拉的 也挺乱的 看着很乱的 我就说咱们也整整 好 好 你 好 来